警方到明宅搜查 找出槍枝 屋主卻在一旁不停跟袁警抱怨前妻 用槍男子嘴巴講個不停 指控前妻和他人交往 原來這名男子因為不滿 在市場擺攤的前妻令結心歡 日前情緒失控 持槍砸傷情敵 警方調查男子所持的玩具槍 沒有殺傷力 不過男子功稱 前妻因為最近跟隔壁的攤商交往 日前還上了對方的車子 一進去就半個小時 怒火中燒 衝上前理論 雙方一言不合 才會拿玩具槍對情敵的頭部猛打 造成對方受傷 我有見過這個人好像是攤商吧 你知道他是擺什麼的嗎 我不知道 實際來到男子和前妻擺攤的市場 附近攤商表示曾經看過男子 但不清楚他跟太太的感情糾紛 而男子為愛持槍砸傷人 事後雖然感到後悔 不過因為傷者提高傷害 還是被警方依送法辦 借網家信強烤 高雄報道